指揮中心公布第三劑全面開打 但開放第一天 民眾醫院似乎不太高 我想有一大部分的人是 時間還沒到 那第二部分有 這個層次占最大宗 那另外有一些民眾是 他們第二劑打完之後不舒服 想要改打一些其他的疫苗 截至22號為止 國內打第三劑追加劑的比例 只有0.32% 指揮中心現在將第三劑 分為基礎加強劑和追加劑 若是一般民眾完整集中兩劑 間隔五個月後 就能選擇四種廠牌的疫苗 接種追加劑 另外針對免疫不全或 免疫力低下等8類民眾 打完兩劑後 只需間隔28天 就能夠接種基礎加強劑 可施打廠牌包含BNT 莫德納和高端 排除AZ疫苗 是因為可能無法達到 基礎加強劑的效果 因此不列入 第三劑疫苗規則繁瑣 民眾容易無煞煞 到底怎麼打比較好 其實我覺得前兩劑 要是施打完之後 你自己身體狀況是好的話 我覺得你選同一種的疫苗 是最好的選擇 除了AZ 因為AZ 非常不適合當追加的疫苗 醫師建議 如果是疫情嚴重的國家 應當首選抗體效價 較高的mRNA疫苗 但目前台灣疫情相對安全 民眾可評估身體狀況 副作用 無論是打原廠牌疫苗 還是混打 可仔細評估 最適合自己的疫苗 再進行施打